马上要过年了 所以大家都在紧张的准备筹备着年夜饭 尤其是今年因为疫情啊 大家不能够到饭店里面吃年夜饭 还真得在家里面吃年夜饭 但是要做好这一桌年夜饭不容易 是吧 所以好多人现在采取的办法是 网上采购这个半成品的年夜饭 但是都很麻烦 所以呢 北大的教授叫孔庆东 孔庆东孔教授提出来 说要建议立法禁止年夜饭 他的理由是第一 每年吃年夜饭 都有许多人吃得上土下泄的 到医院去急诊 严重者抢救无效 寒恨离世啊 第二呢 吃年夜饭都要喝酒 喝醉了就容易打架斗殴 甚至发生命案 严重破坏社会和谐 第三呢 先进的国家都不吃年夜饭 中国仍然保留这个野蛮落后的习俗 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这个孔教授总是出言惊人了 不管他是正说还是反说 总之这个年夜饭是一个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情 要吃好这一桌年夜饭也不容易 毕竟重口难调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容易喝醉酒 倒是真的需要把酒给尽了 这个年夜饭 好好吃饭 别喝那么多酒 喝多了容易乱说话 尤其这一年思来想去 好多事 不想在这个嘴边是吧 总是容易伤人的 好 祝您有一个快快乐的新年 吃好喝好